《動靜殘奧》將會在今個月24日開幕 香港今年將會派出24名運動員 出戰殘奧8個項目 香港殘奧代表團團長胡小玲 出席港台電視31殘奧共用體 打氣大會時表示 疫情令殘奧延遲一年 運動員加操13個月之後 體能更加好 所以對每個項目都有信心 部分項目可能有機會奪牌 又形容今次是不一樣的殘奧 亦都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賽果 另外港台將會每日平均直播5小時的賽事 包括港隊大部份出戰項目 定切有首語傳譯